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反手技术,横盘的反手,包括这个直拍亨打的反手 咱们在学习反手技术的时候有几个非常需要注意的要点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站位,两只脚的站位的话比肩膀要略微宽一些 然后咱们的重心要压下来,很多球员们打球是站着打 所以说它的一个力量包括它这种稳定性会差一些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肘部的一个支架 因为我们很多球员们在打反手,直拍亨打的时候呢 包括横板反手的时候,它的肘部都是对着下面的 你这么打的话就是说只有从后往前的力量 把我以后练得反手拧了,反手快丝,都是需要我们的肘部支架 然后才有这种足够的力量 第三点的话需要注意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腕 我们的手腕的话在击球的一瞬间,它是有一个从放松到加速的一个动作 手腕是要主动往前顶出去的 不要很散漫的就是说来回晃动 就是我们在击球一瞬间 手腕有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快速震动 将球击出 我们腿部蹲下来 肘部架起,包括手腕呢 它有一个向外主动迎前的一个动作 先建立好这个动作支架 以后的话包括反手快丝啊 反手拧拉,反手这种下缘球的这种拉球啊 循序渐进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打直板的人啊 我们指拍后哪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手上的握拍 那大拇指它必须是下压住的啊 然后我们的食指的话就固定啊 扣在我们这个旁边 我们大拇指的话做一个下压动作 但这个的话其实看每个人手型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们要按照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因为每个人的手指头长短粗细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大拇指下压更多一些 食指的话扣住我们这个啊拍板这里 后面三根手指的话就是固定住拍形